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樹立了一座游合中西建築風格的別墅 它就是經過活化之後的虎泡樂圖 這一座的歷史建築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座獨特的音樂學院 如果大家想聽聽有關音樂的故事 就一定要留意以下由故事大師 Nana姐姐為大家預備的故事 多謝拓展公共空間的Jeffrey和Canon 為我們介紹虎泡樂圖 這集歷史和文化的地標 我是Nana姐姐 是圖書館的故事大師 在這個充滿中西文化特色的建築物裡面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音樂家的故事 她就是聽不到聲音的音樂家貝多芬 這本故事書的名字是 《世界名人故事繪本》 作者是宋怡瑟 聽不到聲音的音樂大師貝多芬 貝多芬的爺爺是宮廷合唱團的樂長 南高音歌唱家 他很疼小貝多芬 經常都會抱他在大腿唱歌給他聽 有時又會彈琴給他聽 彈一些節奏輕快活潑的樂曲 小貝多芬呢 他就會聚精會神地聽著 還會隨著音樂揮手打拍子 有一次 他爺爺彈了幾句之後 還未懂得說話的小貝多芬 居然可以細細聲地 哼了音樂出來 音準 拍子都對 他爺爺興奮到舉起他 然後就說了 音樂天才 音樂天才啊 貝多芬的爸爸 爸爸就想將他培養成第二個莫責特 經常都逼他學彈琴 地獄式的訓練方法 雖然很辛苦 他在彈奏裡面獲得極大的快樂 還覺得自己是為音樂而生的 貝多芬八歲的時候 他爸爸為他舉行了一次演奏會 軍動傳承 每個人都稱他是音樂神童 還只為有人請他去演奏 後來 貝多芬的爸爸 還請了很多很出名的導師 來教他彈琴 到他十歲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宮廷樂師 十三歲的時候 他寫了三首奏名曲 1787年 貝多芬去維也納拜見他的偶像 莫扎特 莫扎特 給貝多芬隨便彈一首歌給他聽 但是貝多芬太緊張了 他彈得很差 但是他沒有放棄 他靈機一動就說 不如你給我一個主題吧 讓我即興彈給你聽 莫扎特沒有想到這個少年這麼大膽 於是他就給了一個主題 叫他彈一段優美的旋律為主題的歌 這一下激發了貝多芬的靈感 他想了一陣就熱情崩放地彈奏起來 旋律、歡快、明朗 巧妙地用了一個主題 彈了一首很精彩的樂曲 莫扎特就大叫了 記住這個小朋友 他一定會震撼全世界的 貝多芬在社會上高漸漸有名氣 經常都會在音樂會上高 彈奏自己的樂曲 他的演奏充滿活力 令到聽眾聽得如痴如醉 貝多芬的腦裏充滿創作的激情 看到自然界的一事一物 都會有作曲的衝動 他最深於作曲 直接去到一個忘我的境界 但有一次他去餐廳吃飯 到未落單 就想到幾個旋律 於是他就在菜單後面 寫了一些樂曲出來 拋下桌子 又想一陣 過了一個小時 他竟然叫 試應,埋單吧,麻煩 試應就笑了 你都未點菜,怎麼埋單啊 有一次,貝多芬去河邊散步 有一間茅屋傳出有人彈奏他樂曲的聲音 他就聽到有一個女生說 唉,這首歌真是好難彈啊 如果聽到貝多芬彈就好了 接著就有一個男生說 妹,我們哪裡有錢去聽音樂會啊 貝多芬走進茅屋那裏就說 等我彈給你們聽啦 他彈完剛才那首樂曲 接著即興又彈了另外一首 樂聲清澈優雅 就好像灑進屋的月光一樣 兩兄妹聽到癡癡迷迷地 貝多芬彈完之後就跑到回家 立即記下那個樂曲 那首歌就是好動聽的月光奏鳴曲 當貝多芬準備音樂路上再創高峰的時候 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 他的慢性中耳炎 已經發展到他完全聽不到聲音 對於音樂家來說 聽不到聲音是多大的打擊 貝多芬甚至寫下了遺書 但是他內心的音樂激情在呼喚他 他就說 就算我聽不到聲音 我內心都是感受到音樂的 我不會放棄的 貝多芬在聽不到聲音的情況之下 連續寫了九部交響曲 頂峰之作就是被譽為不撓之作的 第九交響曲 他對詩人直辣的歡樂眾都愛不釋手 甚至將他抱成一首合唱曲 放在第四樂章裡面 用華麗的旋律歌頌光明 歌頌他一生嚮往的 自由、平等和博愛 作品上演的那一天 他親自指揮 當然有人幫他忙 這部輝煌的作品得到全場聽眾的 歡呼聲和掌聲 貝多芬他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背向觀眾 這個時候 有一個女歌手把他轉向觀眾 他看到 這麼狂熱的場面 貝多芬幸福到哭了出來 貝多芬晚年的境況是很淒慘的 他有很多疾病前身 整整四個月都躺在病床那裡動不到 但是他仍然寫了五首原樂四重咒 1827年3月26日那一天 本來是晴天來的 但是去到黃昏的時候 天色變得陰沉 忽然雷電交加 已經沒有了知覺的貝多芬 他突然間打開雙眼 舉起右手拳頭伸向窗外 好像是要和命運之神搏鬥一樣 雖然他最後都是倒下來 他的音樂 永遠撫慰著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帶來歡樂和希望 故事說完了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你們是不是很想重溫這本書呢 認識更多關於音樂的故事 還是想看看這個節目有關的主題書籍 請你記下這個QR Code 看看圖書館的館長 繼續你們的閱讀旅程吧 拜拜